选战剩下10天 新世代新花蓮市民进党籍的 现员候选人胡仁顺 他的竞选主轴 他说身为新人 能够代表不一样的生意 前进现议会争取这一席非常重要 代表年轻世代前进议会的关键时刻 他也希望所有乡亲能够支持他 没有包袱的新世代议员 可以进入议会来加入监督行列 选战诉求新世代新花蓮的第一选区 现议员候选人胡仁顺 极力争取乡亲给予的支持 将作为议会的新人 代表着不一样的声音 前进花蓮县议会 争取这一席是非常重要 年轻世代前进议会 关键的时刻 面对强势的县政府施政 议会如果只有少数议员 监督的力量是不足的 必须加入更多无包袱的新世代议员 进入议会才能够实质的 监督花蓮县政府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花蓮县政府现况的强势施政 那当然议会有几位少数优质的议员 在议会强力的监督 不过新世代新花蓮代表着 青年世代勇于认识 我们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能够让我这一席 优质新世代的青年 能够进入现议会 来作为我们宪明的后盾 来强烈的监督我们宪政 强烈的来为我们宪明 来把关预算 希望宪政能回到政委 议会能重回监督的角色 制衡宪政府 胡振书也表示 这段时间他和许多的花蓮青年 世代交流 对于宪议会 一成不变的诟病 是大部分花蓮青年的失望 更多数的花蓮市朋友都积极表示 认为花蓮可以不一样 可以更好 他也恳请大家与他同行 一起为花蓮发生 共同为花蓮努力 集结力量 为花蓮带来实质的改变 记者林杰花蓮市 采访报道